白人女孩被人残忍杀害 警方找到一黑一白两名嫌疑人 无法判断谁是凶手 女孩母亲凭借直觉枪杀了黑人嫌疑犯 真相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 雨哥出品必是精品 今天雨哥给大家带来一部 内非2022年上映的硬派犯罪动作片 黑哥与老白是南非这片炙热土地上的三猴警察 二人热爱工作 一直在收获的道路上驰骋 这天二人又收紧放走了一辆超速小红车 殊不知小红车后备箱还锁着一名被绑架的黑人女孩 转眼三年过去了 黑白双脚的胃口已越来越大 黑哥家条件不好 黑哥老婆身怀六甲还要去雇主家当保姆 老白也因欠银行债务无法还精而焦虑 二人利用工作便利锁定一家纠结处 黑白不管地区的面粉加工厂 趁夜晚工厂人少之时 拿上武器冲进去 打了里面的粉杂一个措手不及 不费吹灰之力缴获一冰箱的白粉 善良的二人还从工厂救出一名被绑女孩 随老白去安顿女孩 黑哥则去寻找白粉买家 他凭借肤色通行证 与一名诚实首先的酒吧老板谈好 将这些善好白粉 以300万美元的价格卖给老板 但老板需要两天时间来筹集这百万现金 于是黑哥需要再等待48小时 等拿到钱他就准备辞职 带着老婆孩子远走高飞 过上人人羡慕的土豪生活 再也不用挣扎在温饱线上了 但生活往往事与愿违 此时小镇出了大事 警方发现令事故车 里边有许多血迹与打斗痕迹 车内却空无一人 于是警方扩大搜索氛围 在远处的两地交界处 发现了被害女孩的尸体 老白认出被害女孩是侯友肉铺老板 唯一的掌上明珠 于是他出面告诉侯友这个残酷的结果 听到消息的女孩母亲立马惊声尖叫 哭喊着女孩的名字不敢相信这个结果 女孩父亲也伤心的贪软在椅子上 劝过女孩遗体后的女孩父亲更是哭得气不成声 不敢多看女儿一眼 老白向好友承诺一定会抓住真凶 黑哥劝他别掺和案件了 二人说好的拿到秦后就会辞职离开 况且每年无数个黑人儿童失踪 从没见警方侦破过 但被害女孩的镇长叔叔向局长施压 要他尽快布案 并开出选手25万的通告 缉拿凶手 看在钱的份上 黑哥立马接下了案子 案件发布会上 本地的黑白居民却对彼此十分不满 都认为是对方的人做的案 一番争吵搞得局长头都大了 又黑哥二人尽早破案 次者二人立马赶赴受害女孩丽莎家 询问案发前的细节 但丽莎母亲依然情绪激动 十分不配合警方 丽莎父亲告诉二人 当年女儿声称要去朋友家过夜 却再也没回来 二人将女孩侯友传唤到局里询问 侯友说 当天丽莎说去酒吧后就来找二人 可测的酒吧遇到了前男友亨利 亨利总打丽莎 当天看到丽莎叫了新男友后 又打了丽莎 这是什么反人类物种 怪不得丽莎会跟他分手 后面的事二人就不知道了 两名女孩为好友的死痛哭流涕 于是黑哥二人来到当马的酒吧 调出当马监控 看到亨利打了丽莎后 丽莎先将我的黑人男友立马冲出 英雄就没给了亨利一拳 局长有二人从亨利入手调查 来到局的后 喜欢暴打女友的亨利 吓得直哭 气得黑哥一把将娘们儿唧唧的 暗倒在地 逼他说出案发当晚 亨利正在朋友家抽大麻 自己也有目击证人 排除了亨利的嫌疑后 二人准备的丽莎的新男友 桑伯瑞下手 在这之前 黑哥去找酒吧老板 拿走了三百万现金 酒吧老板读知黑哥要去外地 还热情的帮黑哥介绍人脉 黑哥拿走前后 开心的去找老婆分享 老婆却因为黑哥的钱来路不明 拒绝与丈夫同流合污 黑哥激动的告诉妻子 有了这些钱 他们就不会被人瞧不起 不会被人骂黑哥 介绍便可以获得想要的尊重了 随便他让妻子收拾行李 周末就离开此地 回到警局后 警长查出 历史的现男友桑伯瑞 正是酒吧老板的亲信 酒吧老板的产业 涉及黄赌毒走私 他要求抓捕桑伯瑞的同时 扫掉酒吧这颗毒瘤 黑哥让人接到命令后尴尬不已 酒吧老板刚刚给二人付了全款 二人就去扫他厂子 充满建议 只有不能违抗上级命令的黑哥 给老板发了条信息通风报信 当满的大搜捕 果然没有抓到桑伯瑞 次日 老白带人 找到桑伯瑞的住所 抓住了他 黑哥赶到后 老白也将桑伯瑞打得遍体鳞声 并且不顾他的身边 与周围群出的声音 强行将他塞进了警车 回到警局后 众人都对两名警官的英勇行为 鼓掌昏呼 黑哥却对桑伯瑞的惨状 于心不忍 之前沈红利时 黑哥对他动手 现在老白也对桑伯瑞 毫不守下留情 看来种毒问题 已经深入每个人心中 回到家的黑哥 却看到妻子 已被酒吧老板控制 那晚的大搜捕 也令他名誉扫地 他以黑哥家人作优协 抢走了黑哥家所有钱财 黑哥与老白 又一夜回到了解放前 于是 二人将希望放在破案上 他们牺牲桑伯瑞和独吃 那晚他打完亨利和送丽莎回家 但中途 丽莎只要自己开车回家 因为丽莎不想被周围人看到 自己在和一个黑人交往 除此之外 灯门有辆白色面包车 一直跟着他们 很值得怀疑 但老白觉得 桑伯瑞满嘴出谎 一个字也不相信 他现在只想找机会 赶快订桑伯瑞的罪 黑哥却细心地核对了 当马的监控录像 发现果然有辆白色面包车 经桑伯瑞辨认 正是当马跟着他们的车 于是 黑哥找到那辆车 趁车主不带 偷走了车上掉落的DNA 将它送去法医鉴定 而法医也鉴定出 丽莎车上移植的DNA 并非桑伯瑞所有 眼看银行的催脚单又寄来了 仇振老白干脆一不多二不休 一开往而的暴力 闷合的给桑伯瑞端上一盘吃食 有他签署加速出去的同意书 但其实 这是一份认罪同意书 不认罪的桑伯瑞 就这样被套路认了罪 而黑哥回家后发现 媳妇准备搬走 他一开始就不认同丈夫的做法 现在为了保护孩子 决定回娘家住 临走前 他劝告丈夫 若你想拿回更多 最终会失去更多 伤心的黑哥去找好友倾诉 老白却故作倾诉地告诉他 桑伯瑞也经认罪 镇长刚把十万打进自己卡里 又黑哥拿着另外十万去逍遥快活 得知镇下的黑哥气愤不已 他知道老白冤枉了一名无辜男孩 愤怒地一拳打断了老白的鼻梁骨 与老白彻底决裂 而在监狱中 苦苦等不到释放的桑伯瑞 也仿佛看到死去丽莎出现的面前 闷热地帮他朗读诗文 黑哥也不停做噩梦 梦着丽莎有他查出真相 但他也被开除公职 现在也一无所有 每天喝得鸣顶大醉 到处惹是生非 只想求得一个痛快 酒吧老板看他这堕落的样子 惊得打了一顿扔出酒吧 不愿意疯砸脏了自己的场子 很快就到了桑伯瑞的审判日 法医敲开黑哥家大门 将笔罪的白色面包车车主DNA 交给黑哥 这时黑哥才认出来 车主正是他们三年前收受贿赂后 放走的胡子哥 若二人当时能秉公办案 一定能避免多起悲剧的发生 但也将丧失良知的老白 根本不听黑哥解释 直接拉着桑伯瑞向法庭走去 此时围观群众中 隐藏的丽莎父亲 朝天上鸣枪吸引注意力 随丽莎母亲出现 举枪打住了桑伯瑞的脖子 这个乌国的男猴 就这样被受害者家人所杀 见此情景 信念绷子的黑哥 挣脱手铐跑回家 带上所有的武器出发 寻找胡子哥 他日夜间程 终于来到胡子叔家屋外 胡子叔这个变态 果然够奇葩 听到黑哥是来找他报处的 居然兴奋不已 赤手空拳的 与黑哥干了起来 黑哥也将这些年积压的愤怒与委屈 统统还给胡子叔 但几招下来 黑哥明显不敌 阴险的胡子叔 承认是自己虐杀了丽莎 他要这些女孩先下地狱 给以后的自己当努力 此时胡子叔正用对付丽莎的手段 对付着黑哥 眼看黑哥痛苦不已 胡子叔兴奋的直翻白眼 准备拿枪崩了黑哥 好歹黑哥还留有后手 他掏出藏在裤子的手枪 以谋杀罪名击毙了胡子叔 成功的黑哥 满意地躺在胡子叔尸体旁 随后又日夜间程 将胡子叔的尸身运到法庭 此时法庭周围也混乱不堪 黑哥用尖最后一次力气停住了车 随又精疲力尽 失血过多而死 《狂风萨萨》是2022年10月 奈飞上线的非洲社会剧情电影 这是一部反映真实社会黑暗面的电影 用一场谋杀案带出 没热的非洲社会下的种族歧视 贪污腐败 政治论性等议题 本片全程两小时零八分 前段部分剧情铺垫有些缓慢 导致很多观众没耐心看下去打了低分 真正精彩部分在90分钟以后 虽然本片破案没有其他推理电影那么精彩 但整体故事叙事的十分流畅 破案流程也比较贴近现实 本片对南非种族隔阂问题 反映的还是很深刻的 片中白人涩解其辱黑人 认为坏事都是他们做的 黑人被杀没人关心 任由杀人犯逍遥法外 白人被杀就会发动所有人搜查 不破案事不罢休 黑人还会常常被人冤枉 被人歧视 所以黑哥才想费尽心机离开这里 但就像他妻子说的那样 离开了这里就能重新开始吗 真的会有公平安全之地吗 绿皮书中 琴艺高车的黑人钢琴大师 都会被白人禁止用餐 入策入住 黑哥想搞金钱 获得社会地位的想法 只是一厢情愿而已 黑哥最后的震怒也可以理解 一个无辜男孩只因是黑皮肤 便被无钝晕杀 妻子因为不安 不敢待在家中 好友平时与自己统一阵线 出事后马上掉转青头 显示出对自己的鄙夷 这些事叠加在一起 激活了黑哥最后一丝防线 所以他才会孤注一掷 不顾一切地以私行 宣显内心的愤懑 结果确实也令我们长输一口气 大呼爽快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吧 不甘不易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动作休省 长按点赞支持一下宇哥 给我更多坚持下下的动力